新增了兩例 境外疫苗COVID-19的病例 是自這個奈吉利亞及菲律賓入境 分別是案960跟961 有關 開打的時程 那檢驗 事實上檢驗本來就是一個 最耗時間的步驟 所以檢驗的部分 昨天指揮官有說明 這是第一批的疫苗 所以在檢驗上會謹慎一些 會花一些時間 會確認品質跟程序都無誤 才會放行 所以目前 應該不會是採這個7天的這個方案 那 關分批檢驗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說 我們一直都有 跟這個醫院這邊說明 就是說 如果要 要這個 打疫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有些 照顧跟非照顧的 就是說 有些人 他可能現在是在當職 那因為有些人沒有當職 那看怎麼 是不是先由非當職的這邊先打 那以免就是說 這個 在照顧的 這個 正在照顧這個病人的時候 那有打了疫苗之後發病 那很難去區分 他到底是受到感染 還是這個 疫苗所造成的 那這個部分 當然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給這個醫院這邊來做指引 給這個醫院這邊來做指引